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東 年後這兩個禮拜 本人的二手車工作比較繁忙 所以先用二手車買賣經驗談這種 可以快速製作的影片來電個檔 OPPO ASTRA GTC 以及RAV4的維修影片 還有雅哥3.0的分享 我日後比較有時間的時候再來製作影片 請大家見諒 進入今天的主題 二手的LEXUS CT200H 1.8 油電車 推不推 如果你也有在考慮Toyota的Prius 3.4 代的朋友 這一集你也可以順便一起看 有一些內容的部分是重疊的 首先我直接告訴大家答案 如果是這一兩年的話 我可以跟大家講 我不推 主要原因是因為價格真的太噁心了 當然大家了解我的個性 絕對不會是單方面的去評價一台車 我影片的後面會 就它的優點以下的缺點 跟大家做分享 值不值得 讓你們自己去決定 如果你有在觀察 ABBLV 這五大豪華品牌的二手車價 只要是先備車 一開始的疊價會非常多 但年份到一個程度之後 你會發現 它的價格下不去了 舉例 2012年後的A180 我們看這個價格很貴 BM的E系列還算是 BM五門車裡面 最弱的 也還是要那個價錢 奧迪的A4 A3 不用講 基本盤還是在 那 Volvo Volvo算二手車 價格很差的 但你去看它的 V60 V40 其實都還有一個 基本的水準的那個地方 那大家就會很好奇 一台1.8油店 說性能稱不上性能 說豪華品牌又好像還好 的CT200H 到底在貴什麼 在這邊先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如果你是在2017年左右 跟我買Lazos CT200H 2011 2012 2013 這個區間的朋友 恭喜你 四五年了 你的二手車價 折損非常的少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決定開始做CT200H 去二手車的時候 當時我在盤車 以及收購的時候 對方常常跟我講一句話 啊這車 起草這麼壞 沒有什麼人問 還這麼貴 你怎麼有貧窮 聽起來在當時 這台車算冷門車對不對 好 我 直接告訴大家 在當時 我跟同業盤一台 2011年的CT200H 成本大概 51到 58之間 哎 你現在正在看CT200H 二手車的朋友 有沒有覺得很幹 怎麼這麼多年 還要這個價錢 所以在當時 大概有半年的時間 我CT200H賣得非常的多 2011到2013的價格 差不多落在 58到71這個成交價 2020年 2021年的 CT200H 你還是可以看到 2011年的CT200H 要賣到 60幾萬 那為什麼那個時候你推 這個時候你不推 其實理由很簡單 在當時的CT200H 也才幾年車 六七年車 不到一半的價錢 你可以用一台 四驅油耗18以上 妥善率又高 然後又是奢華品牌 又是先備車 去哪裡找 看起來是沒機台 但換算到今天 為什麼 我就不推了 你看這一兩年 CUV是不是出很多 而且還有一個關鍵點 ACC自動跟車 以及現在的 CUV的車型 更符合大家的需求 尤其是內裝空間 大家都知道 我去年的時候 買了 Skoda的新車 其實我在決定 買Skoda新車之前 我本來是要買一台 CT200H 給我太太代步用 你十年的CT200H 還要賣 六十幾萬 好了我們講五十幾萬好不好 那我多加個二三十萬 買一台 全新車 有ACC的主動跟車 車內空間又更大 後來我還是決定 好吧 我就全新車 這個價錢為什麼會這麼硬 除了他自己這台車本身的 品牌形象 以及妥善率 再來是節能優勢 這幾點確實很吸引人 還有一個重點是 有長期追蹤我的朋友 應該有發現 我在2017年的CT200H 賣了大概五六個月之後 我就決定不賣 因為我發現 我要再出去跟人家買 跟人家收購的時候 全部逆漲 當然啦 有一部分也是因為 坐二手車的人 真的越來越多 多到 你應該有發現你身邊的朋友 隨便拉幾個出來 可能都會中一個二手車上 這個行業的門檻真的非常低 因為CT200H這台車 你只要是正常車況 它的毛利真的非常非常的差 毛利可能還比一台 30-10萬的國產二手車還要低 我這個就是 個性比較奇怪 之前已經賣60萬左右的成交價 現在突然要我拉放67-68萬 我當然做不到 後來我就直接放棄掉 CT200H這台車了 那既然提到CT200H 同價位的 50幾萬的Prius 4 你可以買到 2016左右的Prius 4 那我為什麼不乾脆買Prius就好了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 你有沒有覺得 路上的CT200H超多 可是Prius 3、Prius 4超少 它們兩台車 當初新車的售價差沒有多少錢 所以品牌形象的驅使下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直接進攻 CT200H 所以你在二手車市場上 你想要找一台Prius 3 或Prius 4 真的很少見 機率非常低 大部分都是Prius C 因為Prius C當初新車80幾萬而已 Prius我個人認為 車內空間真的會比CT200H寬敞許多 尤其是車高的部分 但是Prius 3的車內長度 我認為是不夠 坐後座的部分 其實還是算蠻壓迫 CT200H 除了品牌形象的優勢以外 有去實際比較過兩台車的朋友 應該不難發現 CT200H不管是前座或者是後座 它的用料 以及座椅的舒適度 包覆性 絕對都達勝Prius 這個是我個人的主觀意見 作為參考 再來是車室的寧靜程度 CT200H真的好非常多 雖然說它是奢華品牌 但我在開高速公路的時候 我有發現 它的玻璃隔音真的 沒有很好 還是聽得到一些車輛噪音 以及風切聲 所以說Prius在整體的實用性上 確實高蠻多 但畢竟新車價格真的差太少 所以 才會造就現在 你看Prius的二手車數量很少 但是CT200H超級多 CT200H這款車的二手車價 應該會面臨到一個困境 就是 要嘛有航無事 要嘛就是價格往下修 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歡CT200H這款車 在購買挑選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注意哪些東西 因為我買賣過很多 我很清楚 你在看車的時候呢 10個有10個會被嚇到 就是當它的電池轉 引擎發動的時候 會有那個 噶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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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噶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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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正常現象 所有的油電車都會有 所以不用太擔心 因為蠻多人被嚇到了 想說這車 跑掉7萬公里而已就壞掉了有沒有 引擎的部分 因為它是油電車 所以它的引擎實際的運轉時速 一定比一般的汽油車來的少很多 基本上這顆引擎 我真的還沒有遇過的問題了啦 所以你只要看的當下是正常 10至89都正常 當然啦 Toyota的車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引擎油泥的堆積是不是很明顯 如果有 那可能要小心一點 其實ToyotaLessus的CVT變速箱系統 除了RAV4 4.5代2.0版本的CVT變速箱 以及ORIS和RAV4 5代2.0 那一顆DSCVT 這幾顆目前也有遇到狀況以外 基本上好像沒有聽過有 變速箱提早故障的問題 穩定度算非常的高 大電池的部分 以我訪問過很多 營業車 高里程速的使用車 我發現 你只要是密集使用者 這顆大電池的壽命 大概都可以撐到20萬公里左右 很多人會說 你買油電車你可能大概就 預估12萬公里左右就遇到一次 那這個經驗可以給你做個參考 就是如果你是密集使用者的話 那這個1.8H的系統 可能就很適合你 那如果說你是低里程速 而且不密集使用的朋友 那你可能就需要煩惱 你的大電池的壽命可能相對會比較短 除此之外 說真的 這款車我真的沒有遇過什麼 太大的困難 說實在話是一個投散率非常高的車 你在看車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內裝 記住 Lazos的車子雖然整體的保修不貴 但是它的外觀的零件 板件 以及它的內裝的料件 非常非常的高 最容易遇到的問題應該就是門把的皮 座椅的皮還有扶手的皮 那這個皮呢非常的貴 而且也很容易皺褶甚至鬆脫 如果你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記得 價格上 你就要稍微討論一下 要嘛請對方弄好給你 要嘛就是扣錢 油耗的部分喔 相信油電車絕對不在話下 當然啦 比它強的就是法國車的柴油車 那個2008號柴油車 跟3.8號柴油車的油耗爆省 無敵省的 那這台車的油耗我自己在測試 純市區差不多在18到20 那純高速差不多19到21 你會問 怎麼差不了多少 其實 油電車的優勢就是在市區走走停停這種地方 即便像我的Skoda 1.0T 這種小排氣壓渦輪 我的純高速跟 假日出油的油耗可以做到18以上 甚至遇到20、23 但是我的純市區怎麼做 就是10到14 這個也是 油電車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不管你在什麼用路環境下 它的油耗都可以維持得非常的好 非常漂亮 我個人是有點好奇 為什麼RAV4五代的車主 一天到晚在煩惱 它的大電池電瓶沒有滿 因為以我開Prius 跟City FH的經驗 我在市區塞車的時候 我就是Echo 或者是EV的模式下面去行駛 市區郊區道路我就是用Normal 其實我都不會很刻意的要把大電瓶充滿 我相信之前開油電車的人 也都是這樣子開吧 我常常跟大家講說 工程師做車出來就是希望你正常用車 並沒有什麼特殊一定要強調的美感 有些人就會問我說 那換新的電池跟還沒換有沒有差 我經手過這麼多台 有換過跟沒換過的我都有試過 其實我個人認為是沒有太大的差異 但有的人會說 新的電池 你在起步加速的時候 它比較不會這麼容易轉成引擎發動 這一點給大家做參考 那你在購買的時候 有些人會跟你講說 你可以去原廠檢測一下這個大電池的狀態到幾% 但我個人認為 這個東西要壞掉都是很突然的 車內空間的部分 前座你要做190公分沒有問題 因為我有一個客人192 他就是開CT200H 他的後門很短 所以你上下車的部分 可能不是那麼的舒適 再來是他的車內的前後長度沒有很夠 後座車庭的高度 一般乘客是OK啦 但如果像我們這種身高可能就很痛苦 再來是後車廂的空間 寬度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高度跟深度 你就要稍微去量一下 它符合你的日常使用 安全性 這個向來 信人就信 不信人就不信 但我個人 畢竟當時也有考慮過 我認為進口的Lasus 跟進口的Tolota 在安全性上有一定的水準 我個人是不擔心 開起來的感受這個部分 以我個人的經驗跟大家分享 畢竟是雙動力的引擎 所以這台車不管是爬坡 或者是中間的再加速 其實開起來都非常的輕鬆 沒有不夠用的問題 我自己有實測過 它的Sport模式 從0到100 差不多在10秒左右 而且這個系統 已經是11萬公里的時候測的 底盤操控的部分 其實 這個也跟安全性一樣 信人就信 不信人就不信 它的底盤都對著其他的動力 當然就是看你怎麼去看待它 我個人覺得很好開很好用 你要在山路上 跑出一定的速度 我想不難 拉回來我們這支影片 一開始的議題 我到底推不推 其實以下來看 我還是不推 原因是因為你跟現在的CUV 或者是先輩車比起來的話 第一個價格太高 年份太久 再來是 配備沒有ACC 穿對空間不夠大 光這幾點 基本上 我認為你在選購這台車的時候 會是你一個需要考量的點 如果用五六十萬這個區間去找新車 又很尷尬的是 第一個 你光油耗可能就找不到像它這麼好的 第二個還有奢華品牌 第三個 它的整體的火散率又很高 但缺點就是年份到了 你不知道接下來它會不會在電系上 或者是在一些機構上會不會出什麼問題 這一切的風險是我認為大家需要去審慎評估的一個點 今天CT200H的影片呢 我們就先到這邊 裡面有很多的觀點 那希望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仔細的去琢磨我說的話 那 當然啦 請公主參考 因為我相信 反Toyota 反NASUS的人很多啦 但是支持的人也是很多啦 那各取所需 喜歡就好 覺得好用實用比較重要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按讚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